大家好 西安有很多只有街坊邻居才知道的一些老店 像这条街 光华路上 有芳芳和阿慧这两家餐厅 加起来总共有大概五十年历史 他们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我们先来看看这家阿慧餐厅吧 上网上来说 先算 你们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会给你一支笔一塔纸和一个菜单 他们这边虽然有菜单 但都是你要自己去拿笔手写的 可以自创菜 也可以乖乖地去写一创菜 你看价格还都蛮实惠的 都是些常见的家常菜 都蛮好吃 没什么雷区 这个肘子可不太常见 来一个看看 我看这个卖相 我想吃 我必须得吃 我还有一天两下子起来了 对 他这个貌似气的肘子 已经不行了 已经不行了 永惊坊子跟他比起来 简直是地理的 这么大一道菜 68 在大饭店 且不说价格 我给你吃不到这道菜 好味的 你拿永惊坊的肘子跟他比 简直就是拿10块钱的麦勒宝 和一个100块的十层黄宝 在一块对比 你看这 全是肉 加一块 你看这一加就散了 全是瘦肉 全是瘦肉 就像瘦肉排一样 哇 而且真的是肥而不腻 不对 他就没有肥肉 哪有什么腻不腻的问题 蘸点它的汁 这都是炖的老汤 这都是炖的老汤 老板说从开业至今 他们一直在用这个老汤 天天在炖 这个包裹着这个肉汁 你吃了一下 来一口 还没有二十块的链粉 嗯 嗯 嗯 哈哈哈哈 漂亮 嗯 嗯 哇 这个大口吃肉的感觉 嗯 全 挺爱的 嗯 嗯 嘿嘿嘿你也喜欢 你看看其他菜吧 地点推荐 这个是我们的豆花 酸辣豆花 看有点像豆腐脑 看有点像豆腐脑 来 里边有葱 闻到了好浓的一股酸味 就是这里边有果仁 有葱 有葱 有豆花 闻起来就一股醋的酸味 湿在嘴里呢 嗯 微微辣 特别下饭 如果有一碗米饭 可能这一碗豆花 能让我吃骨碗粉 闻着就爽 所以各位水友们 你们平时都在 甜党和咸党 在蒸这个豆花 什么的必蒸之地 酸辣党也加入吧 我们来看下一个 水煮肉片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道家常菜 看里边都有啥 有蒜 有葱 有蒜 蒜苗 这就到底了 碗不是很深 可以看到底下不像有些无良餐馆 给你铺了满满的一碗底的豆芽啊 这个生菜啊 让你显得很满 他们真的是很实在 菜不是特别多 肉 还蛮多的 纯瘦肉 没有几点肥腥 还沾着鲜红的辣椒 嗯 嗯 啊 真的辣 啊 这个辣椒可不是剁牛丸的 啊 再来尝一个他们的腰花吧 看起来其貌平平 腰花嘛能漂亮到哪去 上面出着一层辣椒 蒜苔 青椒 嗯 青椒没什么味儿 它只是给腰花入味用的 蒜也被炒的没味儿了 腰花 大一片 但是狗是不能吃这种内脏类的食品 嗯 完全没有那种内脏的 腥臭味 就是 咸辣椒味 一道爆炒腰花该有的味道 我点的不是老干妈腰花吗 没看到老干妈似的 但是没关系 味道也很足吧 其实这种干辣椒 我喜欢它更认为是老干妈了 它没那么油 我更喜欢这样的味道 我的狗碗尺寸已经很大了 你再跟这个盘子比一下 你再跟这个 水煮肉饭的碗比一下 这道菜都是八斤的贵吗 如果我住在30公里以外 每一个月都想来吃一顿 等着 等着 给大家表演一下安安的绝活 等着 等着 吃吧 等着 等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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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吧 吃吧 乖狗 吃吧 乖狗 很帅 安安的菜也来了 看上去我们的这个 自创菜单 并没有难倒他们火急 见怪不怪 带开水煮什么都没有的牛肉 一两多 完成 行不好要 是的 很小啊 三岁半了 老板那您这开了有将近30年了吧 有 就一年开了 那 我其实注意到咱这 是因为咱这上菜方式特别别致 是什么的一个那个电机滑轨那个东西 那你家跟隔壁是谁先发现 想出来这个办法 不是自己帮他端的 那时候我从我零五年过来的时候 当时他就是楼梯都是这样的 那我就 因为那实际上端菜不方便嘛 他那个楼梯是那么铁质的 对 不安全 对 完了我就想了个这主意 这个肘子真的是咱这儿我吃过最有特色的东西 这个咱大概是咋做的呀 特别冷你看这苦头都冷 这个 这个咋说的 因为这个正常的就是咱们这煮肉啊 就是就是大家 在家里有就是高压锅呀 或者说是铁锅烧 我们是爆头 包出来的 他就是有老汤 完了大概就是煮个两个小时左右 完了微火 再炖上一两个小时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包出来的 所以他这个整形 应该说是不错的 就是对 这些味道也能入住 现在的火没有原来的炭火 咱过去烧煤啊炭火 味道应该更好 因为那个炭火它没有苗 你可以比如说炉火关掉 不封关掉 坐到那个炉子上以后 它那个危机要比现在这个味还好 目前就是这个 因为它咱们现在用的是气火嘛 还是说 一关就没了 但是小一点的 它还要有那个火劲 火苗那个冲劲 所以在相对的来说 过去的应该味道能更好一些 有什么说声 所以大家客观客观一点 今天这个都谢谢人的招待 谢谢你理解我们 应该应该应该 现在羊虫无人越来越多了 现在这小家伙 我们这也有几个朋友 也经常带小家伙来 你小一点他们就报道回来 对 我这没有什么客人投诉呀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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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隔壁那那那那朋友 养着的那金毛啊 那走到店门口去把它往里转 我主人往里转 哈哈哈哈 那那那那那 那我们的朋友都年年代多了 那只要来这一定进来 原来这个大桌在楼底下 他一来到大桌底下应该 他哪也不去 完了我们坐在桌上去吃饭呀 他就在桌子底下等东西 哈哈哈哈 像小孩儿一样 是是是 你你你笑容这样什么心 我一时想不起 阿慧就像街口开杂货铺的老爷爷 每次路过 就是店内会心的一笑 满满都是成长的回忆呀 这么说吧 当年就连杨教授都站不上网络 但我们这群网瘾少年 在副本中突然喊一句 谁要去AA吃 那大概率的不是去铁路堡跟奥瑞吗 而是召唤小伙伴们来光华路 饱餐一顿的法师传送门 吃饱了回家吧 下来 看得没够啊 到不够 到不够 到 走 到不够了 好饱 走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